但是冲下线球的时候,很多人都冲不出力量来,冲不出那个爆发力来,没有速度,没有力量,没有旋转,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要用重心去找球,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动脚去找球嘛,然后一定要用重心,比如说球现在在这个位置, 你,你的人之前,比如说在这块,你一定要用重心去找球,然后腿腰,腿一定要踩住地,然后腿踩住地之后,然后再去动腿转腰翻领,这个,这个引判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引判的时候,这个手跟腿一定要同步,引判用重心去引,然后动腿转腰翻领,这个是,就是冲, 冲下线球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引判之后,找到球的中下骨,然后多给它往前的里,然后用重心去控制球,然后用重心把球送到对面球台去,然后重心,重心,蹬腿转腰的同时,然后缩小臂再摸下,这球就,往前的里头摸下,这球就,往前的里头摸下,里都有了,一般触球点是什么位置? 冲下线球的中下骨,一般触球点,就是,你冲下线球的时候,一定要,重心低一点,去找到球的中下骨,拍着拥柱球,去找到球的中下骨,然后,去合力 冲下线球的中下骨,然后,去合力 冲下线球的中下骨,然后,去合力 冲下线球的中下骨,如果对方在揭发球的时候,戳得下旋,他直接批到你的反手,顶住你,像这样的下线球,如果怎么去冲它,你是怎么去调整的? 冲下线球,就是,你首先,对方批你下线球,首先你要有一个意识,先去侧身,然后,当对方批你的同学,然后,你去调整中心,电一步,然后再去侧身找位,一定要把这个位置让开,这儿有一个空间,然后再去往前冲,就是这个,你这个位置一让开之后,一让开之后, 然后,这个,你的重心一定要,放在右腿,我是左腿嘛,然后,我是左手,所以放在左上,你的重心一定要放在右腿,如果是右手球员的话,一定要放在右腿,然后,做动腿转,然后,受到逼的动作 然后,打完乱之后,然后重心,看住,然后,可以往回走 一般,他选用的步法是什么样的步法? 嗯,步法就是,颠簸,颠簸到中心,做动作 对啊 香港人 香港人 拉阵柔位小三角或者刚出台一点那种下降球 你是怎么去发力和做摩擦的 保证那个球有旋转 然后它的弧线又低又长 首先这个球它如果错在这块的话 它首先不会很快 你就有时间去放重心 比如说你人在这儿 你看到它的球错在这块 你有时间去运步 去放重心 主要放这个重心很关键 这个吃盘的这个条腿 这个肯定要必须要踩住地 然后必须要踩实 然后你才能蹬转往前顺的这个力量 就是你变步挂来之后踩地 然后重心放好 然后手一定要去往前迎入球 迎入球之后 然后用重心的力量往前顶 然后手上碎碎的加上踏 放好重心 这腿一定要踩住地 然后蹬转往前顶 手上迎入球 然后 动脚踩住 蹬转手 重心往前 带着小鼻间那么快 OK 转身往前顶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